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今天4月2号 在过去的时间里 疫情刚刚在欧洲跟北美出现扩散的趋势的时候 几乎他们所制定的限制令 比如说封国 或者说人不许出门 限制令大概都在4月1号 4月也就是昨天 4月5号 最迟的到4月5号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时间段 而我们今天走到4月2号呢 看到的是英国 在欧洲就是英国 法国 西班牙 在取代就是取代意大利 它的数字 感染的数字跟死亡的数字呢 在暴增 英国 法国跟西班牙 昨天它的死亡数字是新高 而西班牙呢感染人数8000多人 它爆出来的 意大利就是相对平稳了 那与此同时呢 美国的扩张速度 就是感染的扩张速度的 完全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 现在美国人死亡已经5000多人了 从昨天到今天死了1000多人 所以它的死亡数字的增长 它不像说在这个欧洲 几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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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 这个一百多人 两百多人 它不是 它一下 八百多 一千多 它都是这样 这样走的 按照这个速度这么走了 今天是星期四 到了星期日搞不好 它就突破了一万 所以它就 川普自己也改了口风 川普呢原来替代的呢 是就是下下个星期日 复活节 复活节能够一切恢复正常 那现在它的说法已经都奔六月份去了 美国 美国包括NBA 包括棒球 它的夏季比赛的场次 这个体育项目全都往后延了 欧洲的俱乐部杯 这个俱乐部杯赛本身已经完全取消了 所以今年就没有了冠军 估计英国也没有了 曾经有人说过 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蛮清楚的 六普队在今年 它就差了一场球 它只要这场球如果再赢了的话 它就拿了这个英超冠军了 而在它四个星期 五个星期之前 有人说 如果六普再踢到这份上 跟这个瘟疫的状况来讲 搞不好六五普今年什么都没有 真让它是给说着了 所以有些事情很难讲的 你说到底为什么 那有朋友讲说 谁让它的衣服是红色的 它把自己称为红膜 那红色的是跟中共有关了 这个说法是去年就有 等到了今年 很莫名其妙的 就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人算不如天算 算了也白算 那就现在的时间角度来讲 很显然人们都 人的一切的办法 都是逃跑的办法 不是主动进攻的说法 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它的世仇 它的世仇的概念 这种很有规律的在走 14天 21天 几乎都被人们接受 也就说就像我们人得感冒一样 感冒了七天 那这东西是什么 这东西是真真切切的生命 是真真切切的人中的定数 那人们就我个人来讲 我就说了 只要它的思想不转变 想法不转变 为什么讲想法不转变 是指病毒的本身 它就像想法一样 像人们的生命的另外的表现 形式一样 人们眼睛看不着 所以真正跟它对等的 相生相克的东西 应该同样是看不着的东西 看不着的东西 而并不是人间所谓的方法 人间所谓的方法 都是逃跑的方法 跟人肉体同在 是逃跑的方法 戴口罩 戴手套 保持距离 对吧 国家全都关闭 那而我说的无形的层面 改变人们的思维的概念 它是生命中的相生相克的道理 这是一个完全从生命 从物理的角度 你都可以能够看明白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的 昨天傍晚的时候爆出的消息 中共国隐瞒感染人数 死亡人数 这是美国情报部门 作出的报告 三名美国官员 向彭博社证实 这份报告已经交给了白宫 中共国隐瞒了 境内有关病毒的严重程度 染病的总数和死亡人数 在瞒报 2019年爆发的 中共说有8.2万 死亡人数3300 本月早说 早些时候 湖北跟武汉叫零感染 那武汉当地人说 疫情初期 很多人呢 意识不到 就在家中死去了 而这些人没有被放在 其中的人数中 这个东西只是简单的一部分 我以为只是简单的一部分了 包括医院的本身 他数字都是假的 多个殡仪馆出现排大队去领骨灰盒 那有些人认为呢 说领骨灰盒得排五六小时 有些人认为在这个 他通过计算的一个说法 说武汉应该死了四万多到五万人 我以为其实数字还要更大 而中共呢 明确四月五号清明节 禁止去做任何悼念活动 那这个东西 对死人的不尊重 就是对真正人性 就是一种人性生命的表达 为什么对死人不尊重 是一种最邪恶的 他将直接招致更加致命的打击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冰死经验 对吧 那冰死经验讲的就是那些死过了 已经死去了 又回来的人 如果你相信那些冰死经验 如果很多朋友 你自己确实自身都有过类似的状况 那你现在以这种情况死去的人 那有多少冤魂恶鬼啊 那中国人就把它叫做冤魂恶鬼 冤魂恶鬼 包括这个分神的神出手 他会汇总成第二波 我觉得这东西都不用说 你不用讲说 你有没有宗教背景 冰死经验谁都有 很多人都承认 绝大多数人都承认 你就单纯从这一点上说 你说他不找你算账 今天主政的人笨的 传统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清明节 这都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 他中共毛泽东年代什么都敢封 他也没敢封过清明节 你把清明节都给封了 不就是怕去的人太多 然后就把你的瞎话给挡了吗 所以遭天谴的意思呢 也就变成了上至天下至地 乃至到这个阎王爷那一边的 全都来要找他算账 这会的 这会的 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委员 共和党议员Ben 星期三说 美国的死亡人数不比中国多 有关美国的死亡人数 比中国多的说法是错误的 为了保护政权 中共说谎 现在说谎 将来也会说谎的 另外一个叫Michael 中共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叫中共病毒 对吧 或者武汉肺炎 中共斗争中不是一个 值得信赖的伙伴 向世界瞒报病毒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禁止医生跟记者 那显示出 显现出隐瞒受影响的确切人数 这是 这是他在讲述不同人的 对这件事情的描述 但并不是报告本身 那报告本身呢 我们不知道最后 因为他报给白宫了 我们就不知道最后 川普将做如何的表达 武汉留学生 墙内外疫情信息差异 造成了与家人的隔阂 我觉得这就是很简单咯 对不对 造成与家人的隔阂 这就是中共欺骗的手法 来维持他的统治 习近平维持他的这一 定一一尊的这个定 这个屁股坐的这把椅子 就像那期节目我们说 那个女人在佛洛里达都够去抢口罩一样 那抢口罩的做法 另外一个女人把所有西红柿掐一遍 掐西红柿的做法 到处挑瓜 把所有瓜摸一遍 是一样 完全一样 他们的生命品质跟习近平一样 跟在中国境内 那些比如像钟南山的做法 是一样 当他下手欺骗的时候 就像那个女人说的 说美国的小烫地区的 这些白人非常nice 非常nice 意思什么 他们都是傻东西 所以我把他们口罩都给弄过来了 限购令都已经出来了 他们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有这个机会 我有点像做贼 但是我今天很开心 中国社会太多的人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讲我自己的说法 连垃圾都不配 他来到了美国 他嫁给了美国人 他生的孩子是中美合作的 合作制品 但他的思维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这就是说 人的生命有两部分 肉就是一块肉 但真正决定肉的 是你的内在的东西 那大温一来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不就冲的是这个吗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到眼前 他刘伯温说了六百年了 今天有几个人听得懂啊 为什么听不懂啊 小烫的人很nice 所以我今天都给买走了 我很开心 一样的道理 那好 这期你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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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